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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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裸裸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快二十年了 范志逸变过吗 对 他没变过 从来就没变过 然后把球传起来 五号范志逸一个很漂亮的愉悦冲顶 动中了第二个球 1995年甲埃联赛 范志逸对四川全星的这个进球 成为了当年的最佳 时隔多年 大家发现 这个进球竟然能完美的诠释范志逸的所有技术特点 顶级后卫的身板 惊人的爆发力 对落点完美的判断 前锋的嗅觉果断等等等等 那一年26岁的范志逸 被徐根宝从后卫线推到了前场之后 彻底的爆发了 15个进球 甲埃联赛最佳射手 中国足球先生 那一年 说中国足球从此进入范志逸时代 是并不为过的 这是上海生花队得球 五号范志逸在进区外面的一角远射 这个球打得很漂亮 这也是范志逸在本届甲埃联赛当中公众的第四个球 范志逸中路突破 终于为上海生花队敲开了胜利之门 目前范志逸也已经打进了六个球 这是范志逸 高高乐器 投球冲顶 也打进了他在 95甲埃联赛中的第15个进球 这样上海生花队的队长 范志逸 也就以15个进球 获得了95甲级A组联赛的 射手榜的第一名 这样上海生花队 也就获得了95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的第一名 胜利可以让很多事情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是失败 却足以让前者建立起来的理念 瞬间变成一张废纸 随着深花在甲A赛场未免失利 国足在96年亚洲杯97年十强赛上窝囊的表现 作为核心人物的范志逸 其性格中让多数人不能接受的一面 开始显露了出来 大家开始越来越多的 记住范大将军在场上的低级失误 以及每次失误之后 必然紧跟着的一组画面 对着队友大声咆哮 球场上这个东西不能好声好气说话 因为它不允许你这样 什么场上的这种呼应 大家相互交流沟通 有交流沟通是在底下 是可能晒前晒后 球场上所发生的这些东西已经成为历史了 你不可能再挽回的 那么我比如说沟通交流 大家在底下说 在球场上这种呼应 我不可能 这样说话吧 好声好气的吧 还给你上杯咖啡 不可能的 所以说是大家怎么样理解这个 对于自己在球场上的这种性格 范志毅给出了终极解释 有一点可以确定 范志毅从未试图改变这种性格 无论是以前做球员 还是现在做教练 他的骨子里是以这种性格为傲的 所以即便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但当看到足球圈里任何一件不满意的事情的时候 他的眼里是绝对揉不下一粒沙子的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场我们会切成这样 反正我对不住的 中国出去现在什么水平 就这么几个人 你赵鹏什么都在踢中卫 他能踢吗 踢不了 你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赵鹏 你是国家队队长 我范志毅跟你没有过节 我跟你这个过节 可能是我们对足球上一个大家的认识 你赵鹏 国家队队长 这样轻易让人摆脱 这不对 我说我也有失误的是吗 我只能是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 我可能这个球给大家打进去 只要我有这个能力 我一定要想把这个球 破坏了 几乎没有人认为 范志毅说赵鹏是有问题的 然而在舆论觉得小范敢做敢为的同时 又有谁知道 这个被人尊称为范大将军的汉子 心里隐藏着怎样的苦闷呢 我韩国当时也请文教吧 现在呢 你去看看 都是当时当党年代的这一批经 四十五岁 四十多岁 四十五岁以下的 就洪明浦六九年 黄山洪六六年 六八年 吹龙珠在多少 七三年 他向我们诉说着 他准确地记着 洪明浦 黄山洪 崔龙珠等等 这些和他同时代球员的年龄 似乎在提醒着我们 这些人现在干什么 而他自己又在干什么 范志毅在鹰甲 苏超 曾经威风八面 回国后当球员 之后做教练 屡次想上位 却屡遭打击 更让范志毅难受的是 在金志阳这些业内老前辈看来 这不是什么中国足球的悲哀 而是你范志毅 性格中的弱点 一届一届一届 换了多少个 足球协会主席了 改过不了 换汤不换药啊 小高带得蛮好的 你把它去换了干什么 你告诉我 在合肥输个一比五 你倒告诉我 怎么解释 连都不要了 舆论你可以 你可以对足球协 任何人你都可以提出批评 可以 你觉得你批评完了 谁去给你平抬 你没有平抬 怎么证明你是对的 说今天说张三没上 我说李四上就赢了 那也可以说 但是你能左右李四上 你必须取得 这些掌控 使用你 这些人的 你也必须要尊重人的 这种权利 小范 珍惜自己的年龄 2013年11月 老贾A重聚四川 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人 一切都没有变 包括范志毅本人 他质问裁判的首饰 依旧那么销魂 他和卫群争吵的场面 又何其的熟悉 恍如隔世 44岁了 还是那个小范 范志毅说 他无比怀念 十几年前的岁月 老贾A比赛 他在罚丢点球的时候 眼前闪过的 甚至是沙特门将 戴亚耶亚的身影 别人在怀旧 他也在怀旧 但或许只有他 是在被迫的怀旧 从张临鹏现在的球场 这种气质 那我唯一都对他 不满意的这一点 你们有机会也带给他 最好把手臂上 这些东西去掉 因为他是一个体现 正能量的球员 很多时候会影响到 他的经济 你就这么跟他说 因为人家都不敢 叫他拍广告 我们会把这个嘱托 带给张临鹏 范志毅曾经说过 不会过问 自己球员的私生活 但是他的弟子张临鹏 身上的纹身 却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 他的内心或许远不像 他外表这样狂放不羁 在连续的不得志后 范志毅也并非铁板一块 他也会敏感 也会脆弱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 二十年以来 最具影响力的球员 我们应该给范志毅 怎样的定义 又该给他 怎样的救赎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